大家好,本节介绍 内能自版系统收针分离工具 收针分离工具通常用于一次性收多针时 一次摇床刹线容易断裂 使用收针分离工具 将摇床变为多次摇床,防止刹线断裂 选择收针分离工具时,需要有圈选范围 无圈选范围时,将弹出警告 圈选需要收针分离的范围 选择收针分离工具,将弹出收针分离窗口 选择需要收针分离的收针射码 可以直接在调射板上 单击需要收针分离的收针射码 也可以在组绘图区单击 单击 确定 可以看到原来的62号射,63号射,72号射,73号射被分离开来 并且,功能线203上,有取消编织的标识 再对照参数看一遍 原始射码 即收针射码被分离时 用原来的射码 分别翻针 即翻针的形式 边针先翻 就是左右两边第一颗针 总是先翻针 边上的第一颗针 总是先翻针 翻针方式 一乘一 即一格一的翻针方式 撤退 不勾选原始射码选项时 确定 可以看到 原来的62号射 被拆分为21号射和41号射 原来的63号射 被拆分为21号射 和42号射 72号射 被拆分为31号射和51号射 73号射 被拆分为32号射和51号射 这样的拆分 可以将一次摇床 分解为两次摇床 可以减少对刹线的拉力 防止刹线的断裂 因此 通常情况下 不勾选原始射码选项 测退 选择中针先翻 确定 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第一颗针 总是后翻针 左边的第一颗针 后翻针 撤退 翻针方式 1乘以2 确定 翻针方式为 1格2 撤退 翻针方式 1乘以3 即1格3 2乘以2 即2格2 3乘以3 即3格3 通常选择 1乘以1 编针先翻的方式 本节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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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